Hello大家好 那苹果最近在韩国被骂的这个事情可以说是愈演愈烈 而且在网上随便看一篇苹果相关的文章 在那个评论区就有一大片一大片的英文写的是 Can you speak English 看到这个英文之后吓得我以为再说我 后来发现不是 那这句Can you speak English 就是苹果最近被狂骂的原因了 那事情是这样的 记得那是一个2015年不知道是星期几的那么一天 然后我们的当事人马上就要结婚了 有的朋友就给他送了一台马克布克 拿到这个从来没有使用过的这个马克布克 我们这位当事人非常的开心 开心之后就把他结婚了 结婚之后就过上了非常幸福美满的生活 那这个婚后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幸福非常的开心 但是七年之痒还没到 就在前一阵他先收到了苹果官方的 BX正式版的升级的推送 当时他就非常的开心了 因为他这个老款的2015款的MacBook 也可以进行升级 所以他二话没说我耳朵没写 就直接把它给升级了 这不声不要紧 这一声就出了大问题 我们亲爱的网友的MacBook 哎呀变转了我靠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尝试了非常多的方法 什么Command加R Command加Option加R Command加Option加Ctrl加R 各种组合键全都吃了一遍 但是还是无法开机 所以在10月中旬 他带着这台已经变成了植物机的马克布克 就来到了韩国唯一一家 位于卡洛苏吉尔的Apple Store 苹果直营店 去了那里之后 就给天才八的天才看了一下 天才八的天才看到马克布克之后 简单的做了一下检测 说是主板烧坏了 但是你的剥修期已经过了 可以修 但是需要你抱歉的支付一下50万韩币就可以了 这位当事人一听到要交50万韩币进行维修 当时他肯定就不干了 他就说我就生个BXR 这个主板就坏了 这天才八的天才说 这个主板坏了 当事人说这肯定是BXR有问题 苹果天才八的天才 那时候BXR没问题 就这样两个人就是你来我往不打不相识 后来一起加了微信还有LINE什么的 苹果天才八的天才说 是机器本身它就有问题 升级完BXR之后 把这台机器 它的小宇宙给激发了出来 也就是说把它的潜在的问题暴露了出来 所以说BXR没问题 而是你的机器一直有问题 那我们的这位当事人当时听了之后 也是无解 就是这样挥泪溜的回到家了 回到家之后就是彻夜难眠 总是感觉就是被耍了一样 就是感觉不爽 所以他又在我们的体外的大脑搜索引擎 Google上搜索了一下 发现升级完BXR之后 出现变转的问题 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不止他一个 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 所以他过了几天又去了天才八 跟他们说 这个问题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 你们是不是应该给免费维修一下 天才八天才说 不是 这是谣言 我们这位当事人又把这些内容 又给这位天才八天才看了一下 然后天才八又把机器 经过了精细的检查之后 发现说你机器主板没有问题 是IO芯片出现了问题 可以先把IO芯片关闭 但是这些接口 MacBook上面的这些接口 就无法继续使用了 我们的这位当事人说 我的里面生产力工具里面的数据更重要 那你就先把IO芯片给我关掉 然后我先把数据备份一下 天才八天才说这个没有问题 我们有专业的技师给您提供服务 维修的服务 但是我们这位技师他是美国人 所以你这个 Can you speak English 欢迎过来的就是说你会不会英语 我们这位技师是美国人 你要不会英语 咱们就无法维修了 非常的抱歉 就是大概这样的感觉 总之我们这位当事人的电脑就被天才八天才 这位技师把IO芯片给他关闭之后 就又回到了家里 回到家之后发现WiFi也无法使用 然后他所有的接口也是无法使用 所以他所有的数据又是无法进行备份 无法把它给拿出来 所以他又过了几天 又去了苹果的直营店Apple Store 天才八天才过来一看 就说IO芯片你把它关闭之后 WiFi肯定也是无法进行使用的 所以这个属于正常的现象 咱也没有办法 我们这位当事人肯定就又不爽了 说你赶紧把你们上面的boss 把它给叫出来 最终的责任人好不容易来了之后 就跟这位我们的当事人说 像我的话也是使用的老版本的马克博客 以我的经验 就是我不会给它升级到最新的系统 我们这位当事人说 你苹果的系统不是官方说支持2015款的马克博客吗 对官方是给您进行推送了 但是最终的升级行为取决于我们的这位客户 我们这位当事人 所以最终出现任何问题 责任不在我们这边 在您那边 总之就是进行这样无意义的辩论之后 最终马克博客还是没有被进行维修 所以他回来之后就在韩国的论坛网站上 就发了这些文章 把这些过程全部发了出来 然后就引起了韩国网友广大的反响 大家可能在韩国的直营店都有过类似的经验 而且就韩国网友的分享 他在韩国以外的国家也出现了相同的问题 但是当地的Apple Store给他进行了精密的检测之后 说这个问题我们会深入的调查检测之后 再给您进行一个答复 不像韩国的售后一直在强调 你的这台机器已经过了保修期 无法进行免费维修 找来及时又问会不会英语 把IO芯片关闭之后 发现要把数据备份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也没有达成 总之这种态度就引起了韩国广大网友的非常大的反响 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就闹得比较大 那么现在这个事情闹得越来越大之后 我个人也非常的好奇 韩国苹果官方它最终的解决方案 它的回复官方的回复是什么 如果这件事情有最新的进展的话 我也会放在置顶评论里面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一下 我跟大家介绍这个视频叫做 看目�fat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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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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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森